早安 原意想和家爱妈Candy 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们可爱的茄子 哇!今天的天气好舒爽 一大早就有这样子凉凉的风 在夏天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季节 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茄子呢 正是在夏期呢 是它最美妙的产物时期 因为茄子喜欢高温多湿的季节 但是唯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它的排水一定要良好 所以呢 种植任何植物都一样 要让这个土壤呢 是充满了有机肥而疏松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土壤管理好 然后让这些植物呢 可以有共好共生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个植物就不会有虫害 这样子的共伴植物呢 然后比如说你看看我这边就有这个是白花山叶草 它是最好的这个豆科植物 也就是它会提供给这样子的植物营养 那我旁边那种了一堆呢 这不是虫 这是鹿桥 鹿桥有浓郁的这个像蒜头一样的味道 现在正是采收齐了 我昨天晚上也做了 采收了这样一搓就有大概二三四个 然后炒蛋最简单的方式 享受美味的方式最简单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这个茄子 其实只要这个泥土呢不积水 然后底肥做得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茄子成长的初期呢 把这个泥土呢 这里面的土呢充满了氧分 天然的氧分 所以我的方式呢都是用堆肥的 那因此呢 它当它往下扎根的时候 它的养分是充足的 所以这个底肥是充足的 当这个植株起来的茄子呢 第一个重点就是 它的第一朵花就把它摘除 然后让它长出一个三叉的侧芽 让它长出一个三叉的侧芽 然后其实茄子的长法就是这样子 分租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在茄子 每一根长出茄子下面这个 这个下面的侧芽呢 我今天早上呢 也再次把它做修剪 你看我修剪了一大桶 也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长出茄子的部分 下面的这些侧芽 还有多粗的叶子 把它修剪掉 让这个植株呢 输送上来的养分啊水分啊 可以直接绕到这个茄子上面 所以我们的茄子呢 就会长得非常可爱又美丽啦 你看看 这就是我的其中一株茄子 看看一根一根的小茄子啦 一根一根的小茄子啦 这就是我们的茄子分享咯 创造美好的同时呢 要注意的就是养好我们的土咯 有健康的土就会有健康的蔬果咯